好 我們立刻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這邊的最新消息 大家注意到說 消失一陣子的李尚福 昨天在央視 有這樣的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說正式被免職了 這是中國人大會24號的決議 正式拔除了李尚福的 國務委員還有國防部長的職務 還有之前遭到免職的 前外長秦剛也正式免去了 國務委員的身分 也就是官職跟黨職 通通都免掉了 再來我們看 李尚福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是8月29號 出席北京的第三屆 中非和平安全論壇 後來就是用健康的因素 取消了9月7號訪月的行程 解放軍報日前發文 有講了一篇 說交友不慎是個別領導幹部 落馬的主要原因 外界就連想說 這個交友不慎指的 會不會就是李尚福呢 現在大家都在解讀說 中國大陸的高層異動 到底包含了一個 什麼樣的訊息 因為李尚福的下台 剛好就是 中美恢復高層軍事交流渠道 有些人講說 可能就清掃了 這樣的一個阻礙 因為李尚福被美國給制裁 所以沒有辦法跟美國 有這樣子的正式的接觸 所以這一次的大規模的變動 是不是代表說 習近平在執政新階段 可能會有一些新的動作 然後換一些新血跟新的人選 再來我們看一下 習近平還有去到大陸的央行 做一個巡視 彭博就說這凸顯出來 他是非常重視當前的經濟 知情人士有講說 視察國家外匯管理局 其中的一個目的 就是為了了解 中國大陸3兆美元的 外匯儲備的一些情況 也凸顯出來 現在目前 中國大陸中央政府 更聚焦在支持經濟跟金融市場 這一次的造訪 很多人想說 這是不是也凸顯說 接下來的經濟前景是好的嗎 因為納指的金融指數 週二就急談了3.98% 飆升 中概股就因此受到刺激 這是三個月來 擔任最大的一個漲幅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誰會來接任 國防部長的人選呢 現在人家喊出了兩個人選 一個是劉正麗 外界就是外媒 主要揣測說 劉正麗的呼聲滿高的 他是59歲 擁有少數這種實戰經驗的 解放軍的將領 他還參與過中越邊境戰爭 目前擔任 第20屆的中央委員 還有中央軍委 以及軍委聯合參謀部的參謀長 也算是現在目前 軍委領導班子當中最年輕的成員 再加上他也沒有被西方給制裁 另外一位叫做何衛東 何衛東可能人家講說 是這個是不是習近平的人馬 因為我們看到 現在可能為求穩定 就是習近平的親信排名第二的 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 也有可能會來兼任防長 那他66歲也是陸軍上將 被視為是習派系的敏江新軍 主要的成員 那也是習的親信之一 所以現在目前他的呼聲也非常的高 加上華爾街日報 他去年也曾經報導 何衛東其實他是快速晉升到 軍委副主席 非常的罕見 因為從1949年以來 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人選 一直以來都是從中央政治局 25位委員當中來選出 此前必須要具備有中央委員 或是候補委員的一些經歷 但是何衛東是到了2022年的全大會 才首次成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的委員 所以看起來他也是升得滿快的 所以呼聲也是挺高的 那再來這個習拜會 下個月是不是有可能真的見上一面 目前王毅已經在26號 要到華府來進行訪問 毛寧又講說在26號到28號 會進行訪美的行程 那此前這個李尚福跟秦剛提前被拔關 是不是也是中方可能避免說 被美國的媒體問到 那他可以先說 我們事先都已經有相關的新聞稿 已經發布了 就沒有更多的說明 所以可以避免到 這個美國媒體的一些追問 再來美國還有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說是不是瞄準寧德時代 現在把它稱為是下一個華為 因為美國的智庫說 這個寧德時代好像也在控管電信網路 是不是也要為這一次的談判增加 籌碼要給中國大陸下馬威呢 所以在王毅赴美之前 傳出這樣的風聲 目前中美經濟工作 首次的工作組的首會 現在在商討雙邊的經濟關係 就是說希望可以進行更深入 坦承建設性的溝通 當然談得越好的話可能 接下來這個習拜會的機率可能會更高 中美的關係到底會不會改善呢 彭博講說因為這個工作組的成立 這是代表著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間 關係解凍的一個最新的跡象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賴老師 其實我們都希望中美的關係改善 因為中美的關係如果能夠改善 那麼一起攜手 來解決整個人類地球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我們人類之福氣 因為中國大陸跟美國 確實是最有影響力 最有決定權 而且在經濟方面 最具有互補能力的兩個大國 這兩個大國如果說 都平心靜氣的坐下來談 每個地區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全球供應鏈的問題 大家好好坐下來談 我覺得這是好事 可是問題就是關鍵在美國 美國到底想不想 好好的來解決全世界的發展問題 地區的矛盾跟衝突的問題 還有全球生產供應鏈 氣候暖化的問題 我覺得美國沒有打算這樣做 美國比較考慮的還是自己的發展 跟壓制中國的發展 因為美國更擔心的是 中國大陸超過他 他還是擔心大陸超過他 可是大陸超過他是必然的 他不是一個偶然的 也不是一個說可能不會超過 他是一定會超過 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 而且這個大國裡面的 高等教育的人數 人才這麼的多 聰明的人這麼的多 然後官員都是從底層 很歷念上來的行政的幹材 跟選舉出來的 這些空降部隊打臨時工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在學校教教書 教完以後 蹦我就跑過來 就變成一個總統了 這不是很荒謬的事嗎 但是或是我在急診室裡面 當醫生當了一輩子以後 蹦一下出來 變成台北市市長了 難怪沒見識 對不對 然後蹦一下可能我就選上總統了 這個都是臨時工 這我們很明顯的就是知道說 這套制度裡面 都在選擇業餘的人 來處理專任的事 專任的事其實就是 長任文官 從底下這樣培養上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不同的政治制度 但是自己做選擇 我們做我們的選擇 他們做他們的選擇 我覺得都相負尊重 不過我覺得看到這一點 我們就不得不講一句話 就是李尚福跟秦剛的事情 目前為什麼下台 不知道 有人說 你剛剛講的 有人說交友不慎 有人說情色的問題 但是不管怎麼樣 如果涉及個人的品德 如果涉及私生活 然後一旦碰觸了 那就要下台 這個就代表什麼 他們對於官員的要求 跟品德的要求是很嚴格的 如果涉及貪污 那就要移送法判 可是相對來講我們 我們的官員私生活不檢點 不像話 然後還可以升官 這個真的是天差地別 我們希望我們台灣的官 是有官德的 有官品的 而且私生活是要檢點 要約束的 因為他是拿人民的納稅錢 過日子的 長有公權力的人 你就不能夠說我是一個商人 我的私生活怎麼樣 你們管不著 那是我太太跟我的事 我的孩子跟我的事 可是我覺得你是公部門的人 拿人民的納稅錢 有權力的人 你就必須要嚴格的 遵守我們的官德 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理 可是大陸你看 即使在重要的位置 部長 而且即使剛派沒多久 即使是習近平信任的 但是只要一旦發現 私生活不檢點 將有不慎 或是涉及貪賭 沒有二話說換掉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全世界大家都要這樣做 台灣特別也要這樣做 台灣不能夠再縱容這些官員 違非作代 好 請教介老師 這個 這個大陸他這個 我覺得現在習近平打貪腐的話 大概涉貪涉府 大概都不會 沒有辦法待下來 再高的位置都一樣 只做幾天官也一樣 現在這個李尚福就是一個例子 現在接替這兩個人 第一個 這個劉振利 另外何衛東 我覺得比較值得注意 是何衛東 為什麼 何衛東事實上外界都說 他是去年8月 大陸圍台軍演的總策劃人 因為他之前是東部戰區的司令員 然後非常強悍 他到了他高升 事實上東部戰區直升到 這個中央軍委做副主席 這個職位 中央軍委是最高的軍事指揮單位 他等於連升三級 他負責什麼 負責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所以他又是第一線對台主戰部隊出身的 所以他如果升到國防部長的話 那值得我們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觀察 另外一個就是說 劉振利事實上他 大部分他沒有在東部戰區 我看他都是北京軍區的 等於經濟重地 他做過武警部隊的參謀長 他因為他的背景跟何衛東 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誰來接手 李尚福 基本上會看到大陸 他這個軍事佈局 他的考量的重點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值得 我們去觀察的 現在這一次我覺得王毅 去大陸也只有幾個大事在談 第一個就是到底 習近平會不會去參加APAC 這次的峰會 因為很快的7月17到19 在舊金山 那個時間已經快到了 所以這一次他去就會 我想這個問題就會比較明朗 不過整個來講的話 現在美國對大陸很多作為 都是比較主動的 因為王毅又講他是應邀去的 美國應邀去的 在美國現在就深陷兩個大戰 世界大戰這個局面當中 他會發覺他有很多 可能需要跟大陸來協調的 或者起碼要 也不能夠同在一個立場 可是他要知道大陸的動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美國現在跟大陸交涉 他是比較趨於弱勢的一方 好 請教建長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火箭軍他已經三個司令員出事了 他的參謀長也出事了 也是連續五個 這個在香港明報怎麼稱呼呢 他叫做他方式的一個腐敗 為什麼他方式的腐敗呢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這個也就是解放軍報講的交友不慎 真的是交友不慎嗎 還是那個環境使然 什麼叫做環境使然 因為我們要了解火箭軍的話 對於解放軍來講 他火箭軍有相當一個程度 是所謂的在地下長城裡面 他在地下長城裡面 根據我所看到的 這一些影片來講 他的地下長城 都是自己的工兵做的 他沒有交給外面的 這些營造廠做 那在這個裡面 就會有很多貪磨的可能了 那如果說這個貪腐 或者是生活不檢點 就有可能被對手捏到痛腳 這個也就是 我們好像在講我們的立法委員 但是實際就是 因為他真的是手上握有太多的機密 看到太多的機密 他可能沒有直接紙本拿出來 可是我可以偷偷輸啊 是不是 那至於說 剛剛那個介大使講的 的確 這個就是何衛東 他其實也就是中央軍委副主席 監管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那如果是他 那對不起 必須要這樣講 我們台灣真的要好好的加緊戰備 怎麼說 因為他也就是實際上建立了這個所謂 軍以戰為主 必須長存 奮發充沛的攻擊精神 這個是國軍的叫戰總則 可是對於軍人來講 一體適用 這句話裡面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剛剛介大使有講過去年八月的環台軍演 就是何衛東操守的 不但如此 今年四月 還記得嗎 我們那個山東艦在我們的東部海域 也是何衛東他一手策劃的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其實也就是從人啟動到拿敵練兵 人啟動是什麼 也就是我一下命令你就要出港 而不是我下了命令 你說我的裝備還沒修好 那個就是艾森豪號 那個就是雷根號 雷根號還七次 我請你出港七次 一下這個壞了 一下那個又怎麼了 那艾森豪號也是如此 那可是我們看到解放軍 他們到底有什麼兵力沒出來 叫了沒出來 我們是不知道 但是我們實際上看到 他的整個的一個聯合的作戰的體系 事實上來講就是就位的 這個就叫做人啟動 人啟動其實就是閃擊戰 就是我們國防部一直在講 敵人的征後 你去年八月你有看到敵人征後嗎 今年的四月你有看到敵人征後嗎 你到了人家的那個滾裝貨輪 都已經從山東遼東半島下來了 你才說情勢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你得知征後的時間 根本就等於沒辦法反應 那拿敵練兵呢 他現在不但拿國軍練兵 他也拿日本 進去年十分之一 下廟的時間 推特 下廟的時間 約 我們 去年十分之一 下廟的時間 了 回 Kum